今天來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道簡單 然後又很便宜 大約50元就可以解決的料理 傳統市場的嫩豆腐一塊只要10塊錢 然後兩顆皮蛋一顆8塊錢 用了兩顆還有少許的甜豆 這樣子就可以做成一道料理 首先把傳統市場買回來的豆腐 把它一分為四 那皮蛋我有先用水把它煮過 因為如果沒有煮過的話 我們這樣子皮蛋切下去會太軟 然後也會太黏手 所以我把它稍微煮一下 這樣子再來沾上玉米粉 那嫩豆腐的水分比較多 其實我會建議用老豆腐 老豆腐直接煎就不用沾粉了 那皮蛋還是有一點黏 因為我沒有煮很久 所以還是建議稍微沾一下粉 這樣子再來煎 那起個油鍋把豆腐放進來煎 那豆腐因為是嫩豆腐 所以就要特別的小心 不然它因為它是嫩豆腐 所以很快如果不小心的話 就會給它弄破弄斷了 那再來把皮蛋夾進來 一起煎 把它煎到變形金黃 一旦先夾出來 一旦會先熟 因為它有煮過 那豆腐我會建議把它煎到稍微 表皮有一點硬 因為它本身是嫩豆腐 你如果沒有煎到表皮稍微硬的話 這樣子會太軟了 你在等一下要淋醬的時候 就會容易破損 那現在煎到金黃了 就可以起鍋了 那再來我們來調醬 我們用了一湯匙的番茄醬 還有一湯匙的黑醋 還有兩湯匙的水 還有一湯匙的素蠔油膏 攪拌均勻 然後用香油來炒香甜豆 甜豆沒有燙過 就直接把它炒到半熟 然後加進新鮮的辣椒和乾辣椒 那如果不吃辣的 就直接做成紅燒的 就不要加辣椒 還有不要加花椒油 那再來把調好的醬汁倒進來煮 再來放進去豆腐一起煮 然後還有花椒油 還有花椒油也進來了 這樣子讓它所有的食材沾附到醬汁 就差不多可以起鍋了 這是很下飯的一道料理 把它盛出來 有蛋有豆腐 又有一點蔬菜 這樣子就完成了 50塊錢的一道下飯菜 影片如果對你有幫助 請免費訂閱支持 如果有喜歡這道菜 就趕快做起來 謝謝今天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的收看 進行4萬天小食